小赛罗小赛罗 爸爸回来了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喜欢吗 这可是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给你买的手推车啊 是不是很酷炫 你是不是被我感动哭了呀 孩子 你这个臭爸爸跑走开 我讨厌你给我的礼物 真的太丑了 大家都嘲笑我 小赛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可是爸爸辛辛苦苦为你挑选的礼物啊 哼 我想要的是一辆挖掘机玩具 不是你这个破推车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离我远点 小赛罗 这可是爸爸辛苦工作才给你准备的礼物 没想到你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的好伤心啊 我不听 我不要听 你走远点 我不想再见到你 除非你给我买个新的玩具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那么用心为孩子挑选的礼物他不仅不喜欢 还要赶我走 我真的太难过了 小赛罗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难道一件玩具比爸爸还要重要吗 算了吧 既然孩子那么喜欢挖掘机玩具 我就去附近工地多干点货给他买玩具吧 小赛罗 小赛罗 你的爸爸是不是回来了呀 我刚才听到他的声音了 咱们可以吃饭了 快叫你爸爸出来吧 格力乔妈妈对不起 我刚才把爸爸给轰出去了 我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呀 爸爸说好了给我挖掘机玩具 结果送给我这个手推车 这个太丑了 同学们都在笑话我 哎呀 我的傻孩子 小赛罗 你不知道吗 这件礼物是你爸爸花了很多时间和大半个月工资才买到的 你小时候最喜欢坐在手推车里让你爸爸推着你完了 你说这些会让他很伤心的 对不起妈妈 我错了 我不应该对爸爸说这样的话 都是我不好 太贪慕虚荣了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以后一定会改正的 我现在就出去找爸爸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你快出来吧 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发脾气的 现在外面下起了这么大的雨 你到底在哪里呀 小赛罗在大雨中四处寻找他的爸爸 可是他走了很久 找遍了附近都没有看到 而他不知道的是 为了给小赛罗买一个他喜欢的玩具 赛罗来到了附近的垃圾场里面搬运垃圾 他连着大雨在垃圾场工作了很久 随后又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工地搬砖 在工作了三个小时后 赛罗的身体再也坚持不住晕倒了 这可把工地老板银河吓坏了 哎呦 为赛罗大哥你怎么了呀 你可千万不要吓我呀 不是说让你多休息吗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呢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出去找人来帮你 银河焦急地跑出去 寻找他的家人去了 刚跑出工地门口就看到了来寻找的小赛罗 银河叔叔你这么着急的要去哪里呀 请问你有见过我的爸爸吗 我好想他呀 小赛罗 我看到你太好了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你爸爸刚才在工地搬砖太过劳累 居然直接就晕倒了 听说是为了给你买玩具 真的太辛苦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的爸爸在这里吗 他怎么还晕倒了呀 银河叔叔我的爸爸在哪里呀 都怪我不好把爸爸赶出来了 你带我去见见他吧 小赛罗 快走吧 就在前面 我带你过去 你瞧见了吗 你爸爸就躺在这里 无论我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 赛罗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呀 我再也不任性了 我刚才说的话让你伤心了 我什么玩具都不想要 你快点醒来陪我吧 还有小赛罗你别哭了 既然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就来帮帮你吧 我现在就把以前收集的能量 传送给你的爸爸 希望他能快点醒来 银河席地而坐 将身上的能量 传给了昏迷的赛罗 真的辛苦了 让你永远连前 我怎么在这里呀 银河大哥给你添麻烦了 小赛罗你怎么也来了呀 爸爸马上就能给你买新玩具了 哎呀赛罗你怎么还想着工作呀 你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快休息休息吧 赛罗爸爸我什么玩具都不要了 我就要你之前送我的手推车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爸爸你辛苦了 我们回家一起吃蛋糕好吗 小赛罗你长大了懂事了 爸爸很欣慰 我为你感到高兴 走吧 爸爸带你回家 我背着你回去 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 留下来的三万事 这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迟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大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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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